每天洗完洗衣服用的清洁剂 标榜洗洁力强不伤御手 但您可能没想过 不少清洁剂会产生环境荷尔蒙 引发生殖系统病变 清洁剂里的环境荷尔蒙 从排水到污水处理场 进入合成溪流 接着被动植物吸收 最后又吃进人类的肚子里 但是多数人都是选择清洁够不够力 事实上他们可是碰不得的危险物品 进入了我们的皮肤 到了血管 危害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那么长时间又会对我们的肝脏 以及棉系统带来危害 以及潜在的有致癌的危险性 消机会检验市售清洁剂 75%是强酸或强碱 像这一排清洁剂完全没标示PH值 却通通都是PHE以下的强酸剂 这瓶更夸张 标榜天然无害 连物食也没关系 拜托 结果是强碱 一名30岁的女子最近眼皮常常乱跳 可不是反映喜怒哀乐 原来是她用的洗髮精 成分有问题 抗泻洗髮精当中含心跟细菱 可能会造成体内的钙磷离子失衡 才会让眼皮乱跳 她停用了洗髮精之后 眼皮就不会再乱跳了 月销将近8万包的加倍节洗衣乳 现在被验出了含有超量的环境荷尔蒙 如果被人体吸收的话 会破坏男性的生殖系统 台湾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只有11% 也就是说将近90的民生污水 都几乎直接流入河川里 无论数量 两范围都比工业废水更深更广 根据外电的报道 女生从头到脚使用的清洁品 保养品还有彩妆品 统统含有大量的化学物质 举例来说 有钠 有菌乙锡 有磷粉 二甲酸 还有益饼基等等成分 从洗发精 发胶 眼影 腮红 唇蜜 粉底 指甲油 止汗剂 香水 乳液还有注晒膏 每种至少都含有1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